各位兄弟大家好,我是安明 那么继续给大家讲 我在看完《回西藏》这部电影之后的感受 上次我们说到呢 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 各种信仰想要传播 吸纳信众 它都必须通过宗教的手段 那么宗教吸纳信众 它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把民众引导上追求信仰的道路 那么这条道路的终点 是要将信仰凌驾于生死 凌驾于物质条件之上的 那么既然这是终极目的 所以宗教呢 在吸纳信徒引领上追求信仰道路的时候 就有两种选择 那么第一种选择呢 是以让信徒踏上追求信仰这条道路作为目的 不需要强调信仰与生死和物质条件的脱离 甚至反过来 将信仰与物质条件的改善 保持肉体的健康 避免死亡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这样呢 吸引民众踏上追求信仰的道路 那么第二种选择呢 就是告诉 选择追求信仰的信众 在这条道路上 你必须把信仰和物质条件尽量的脱离 和自己的肉体尽量的脱离 这样才能更有利于达到追求信仰的最终目标 那么这两种选择呢 因人而异 基本上来说 大部分的民众是没有办法理解第二种选择的 因此宗教在吸收信仰的时候 往往采取的是第一种手段 但是也有一些对信仰极其虔诚 或者说对信仰的本质有着深刻认识的 像佛教里所说的有慧根的人 那么第二种选择 对这样的人就更为有效 那么从具体的宗教实践上来看呢 很多时候宗教的传播 使用的是第一种选择 但这样做的后果呢 就是很多信众 在踏上追逐信仰道路之后 他们对于信仰本质的理解 是有偏差的 因为他们还无法脱离物质条件 以及人的肉体的束缚 甚至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都没有意识到 追逐信仰的过程 就是摆脱这一束缚的过程 很多人甚至把信仰 作为加强这种束缚的工具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经常发生的情况是 信者重 而真正明白信仰本质的人极少 那么实际上第二种选择 在宗教的实践中 也有很长的历史 直到今天 无论是基督教 佛教 还是伊斯兰教 都有苦行者的存在 所谓的苦行者 就是想通过苦行 尽力的把自己对信仰的 认识和追求 与自己的肉身 以及舒适的物质条件 相割离 希望通过这样的刻苦磨练 让自己尽快的 能够实现信仰的目标 那么这两种选择呢 我们很难有优劣的区分 因为这是因而异的 而对于宗教传播来说 这两种选择 各有其优缺点 不过总体来说呢 第一种选择 应用的范围比较大 适用的人群比较多 那么第二种选择呢 适用的人群 人数比较小 所以几乎所有宗教 在传播的时候 都会有 类似于显示和隐示的 两种传承体系 那么显示对应的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第一种选择 那么隐示一般对应的 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选择 而随着我们人类文明 进入到近现代社会之后 物质基础 物质条件大大的丰富 所以第一种选择的情况 越来越普遍 那么第二种选择的情况 则是越来越少 不过在两者之间呢 还有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 那就是在某些人类社会 它的物质条件并不丰富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高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从客观上来讲 就给人类个体提供了一个 介乎于第一种选择和第二种选择之间的 这么一种情况 它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 信仰代表的是精神和肉体和物质条件的脱离 但是实际情况呢 又给了它这样的客观可能性 所以像这样的人类社会 宗教传播的第一种选择和第二种选择 它们之间的分别就开始变得模糊 而西藏呢 恰恰就是这样的社会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 藏传佛教在藏族区域的传播 它很难说是第一种选择还是第二种选择 藏族民众对信仰的追求 有些人呢 可以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之下 迅速做到信仰凌驾于肉体和物质条件之上 但也有一些人呢 他追求宗教信仰 是为了摆脱这种恶劣的物质条件 那么藏族地区的这种独特的情况 就让藏族地区之外的人类个体 在认知藏族地区对信仰追求的时候 产生了很大的困惑 因为在藏族地区之外的人类社会 物质条件要发达得多 所以藏族地区之外的很多人类个体 他们对信仰的追求呢 都是第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上路容易 但是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上 物质负担很重 难以摆脱 那么藏族地区的这些民众呢 虽然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非常的艰苦 但是恰恰对于他们 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上摆脱物质的束缚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这看在藏族地区以外的人类个体的眼里 不好会产生一定的敌意 这是因为我们人类文明 它的最核心的部分 实际上是想摆脱物质条件 实现在精神层面 超越肉体 超越生死的这种解脱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彻底摆脱时空和束缚 因此当我们人类个体 看到其他人类个体 能够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上 享有更为便利的条件的话 我们的内心深处 就不自觉的会产生嫉妒的心理 那么藏族地区恶劣的生活条件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 那么藏族地区民众 他们对信仰的追求 既可以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之上升华 也可以被束缚于这样的物质条件 那么对于藏族地区以外的人 往往由于那种 自觉或者不自觉的 抵触情绪的影响 只会把目光 投向藏族地区 那些被恶劣的物质条件 所束缚的人的情况 而忽略那些 能够超越恶劣的物质条件 在信仰道路上 向前迈进的那些人的表现 这是藏族地区和外界 产生很多矛盾和摩擦的原因 那么回信仰这部电影呢 对这方面 进行了一定的客观陈述 它并没有进入深入的探讨 更多的是把这种现象表现出来 而真正的思考呢 应该是由观众自身来做 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那这让我们来具体看看 在回信仰这部电影里 有哪些情节 让我觉得是值得思考 值得体会的 首先就像我之前所讲到的 回信仰这部电影的时代背景 是1979年 而这部电影对那个时代西藏的反应 还是相对真实的 比如说 那个时候的西藏 民众主要说的是藏语 会说汉语的人并不多 这是为什么老孔进入西藏 需要藏语翻译的原因 另外一点 1979年的西藏 和当时全中国上下一样 还没有摆脱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藏族县长听说老孔 要用九美作为他藏语翻译的时候 立刻表示反对 反对的理由呢 就是说九美出身不好 不过通过影片的描述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九美是西藏贵族出身 但是呢 西藏地区的阶级斗争 尤其是钢八县的基地斗争 并没有那么尖锐 至少九美可以保留他家族的驻地 还拥有刘生姬和老长篇 那么在这部回西藏电影里 老孔进入西藏 和西藏在精神层面上的第一次冲突 就是关于死阳的事件 那么这次碰撞呢 让老孔认识到 在西藏地区的精神世界里 对生命的认识 是和外界不一样的 在影片中 从老孔的嘴里 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 说我们对于生命的尊重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采取的方式不同 但这句话呢 并不完全正确 实际上老孔和西藏的精神世界 对于生命的尊重是一样的 但是看待生命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老孔和外部世界 是站在生这一边 在看待生命 那么西藏的精神世界 从一定程度上 是站在死亡的一侧 来看待生命的 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飞跃 都是希望能够达到超越生死 那么接下来 让老孔觉得惊讶的另外一个事件 就是关于他和九美 在酒馆里碰到了 曾经想偷九美马的盗马贼 那么老孔认为 要想确定盗马贼的罪行 让他们认罪 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 由司法机关的介入才可以 不过九美呢 却用藏族人的方法 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把盗马贼 拽到了当地寺院的外面 然后对着盗马贼说 你敢对着寺院启示 说你没有曾经想偷过我的马 那么那个盗马贼呢 面对着寺院低头漠然无语 相当于默认了他的犯罪事实 那么看到这种情况 当时老孔是满脸的惊讶 那么九美走到老孔的身边 说了一句 这就是证据 那么这里呢 反映的就是 当年在藏族人的精神世界 信仰的力量 当信仰的力量 在人的精神世界里 超越生死的时候 它可以成为 约束人类个体 生前任何行为的一种准生 因为在几乎所有的世俗法律里 最严重的惩罚呢 就是死亡 那么当信仰超越生死之后 人类个体对信仰的敬畏心理 是超过对死刑的恐惧 因此信仰就可以成为 对人类个体行为的 一种制约标准 那么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上 信仰和法律之间的关系 一直是纠缠不清的 那么对于任何一种真正的信仰来说 它的理论体系 一定是把信仰置于法律之上的 因为真正信仰 它所寻求的 是超越生死的更高的境界 而法律本身 主要是针对人类个体 在物质世界 也就是在生的世界里 所发生的一些行为 所以单纯从信仰的核心含义来说 信仰应该是置于法律之上 但信仰置身于法律之上 不代表着人类个体 可以凭借着信仰去超越法律 人类个体可以凭借着信仰 将它的思想意识 甚至未来 可以将它在这个世间的存在 超脱于物质世界之上 摆脱肉体 但是呢 它基于物质世界 基于它肉体的行为 仍然又受到法律的约束 在《回西藏》这部电影中 九美让盗马贼认罪的这个情节 如果我们简单来看 说的就是信仰 可以起到法律的作用 甚至可以说信仰 是在法律之上 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 会认为这是藏族民众 缺乏现代意识 愚昧落后的一种表现 还会有人认为 正是因为他们的愚昧和落后 所以在他们身上 有着强烈的宗教迷信 那么这种说法呢 它既有它正确的成分 但也有很大的错误的成分 藏族民众的确在七十年代末 并没有太多的经历现代文明 所以它相对于人类的 现代化文明来说 是落后的 这点是确定的 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后 向西藏地区引入高铁 引入现代化文明 改善藏族居民的物质生活环境 这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 不过以宗教迷信和愚昧 来认知西藏地区民众 对信仰的虔诚 这是错误的 很多时候很多人 把宗教信仰和宗教迷信 混为一谈 认为宗教迷信 就是来自于宗教信仰 其实这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宗教迷信 我们就会发现 实际上宗教迷信 往往是把宗教信仰和物质条件 物质生活 人的肉体牢牢地绑定 所以才会产生的 像义和团的神功附体 刀枪不入 那就是典型的宗教迷信 他认为他的信仰 可以让他的肉体坚不可摧 但实际上就像我之前反复强调的 信仰是要超脱物质条件 超脱肉体 所以想通过信仰 强化物质条件 强化肉体 这根本就是距离信仰 越来越远 而不可否认的是 藏族民众 他们的信仰虔诚的一部分 是关于物质条件 关于他们的肉体 那么这一部分 正是他们通过虔诚的信仰 需要不断提高 不断改善的部分 但我们也要看到 在藏族民众虔诚的信仰里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并不是为了眼前的物质条件 或者为了自己的肉身 比如西藏非常神秘的天葬仪式 比如说像回西藏这部电影里 藏族民众在埋掉死羊之前 所举行的宗教仪式 这些都不是为了针对生之前 而是为了死之后 因此这些都是需要我们 去深入思考和认知的 那么再回到 盗马贼认罪的这个情节 那是不是说根据这个情节 当你信仰非常虔诚的时候 信仰就可以代替法律呢 实际上关于信仰和法律的关系 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关系 对于人类个体来说 就要我反复强调的 信仰是人类个体超越物质 超越生死的唯一的倚仗 所以对于个人来说 信仰是在法律之上的 但这种之上呢 指的是人类个体对信仰的追求 是要脱离物质 脱离肉体 所以信仰在法律之上 但如果去评估个人 在物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 他仍然必须要遵从法律 受法律的束缚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信仰并没有赋予个人 在物质世界中 超越法律的权利 那么从人类群体的角度来说呢 在我们人类文明的历史里 曾经多次想把信仰和法律 合而为一 但都失败了 这主要是两个原因 首先呢是信仰 它有极强的超前性 而人类对于信仰的前程 正是来自于信仰的超前性 那么正是因为信仰 是帮助人类超越物质条件 超越生死 所以信仰 它所阐述的理念 它在时间跨度上 是远远超越 我们人类个体的生命的时间长度的 而这种超前性呢 就给把信仰和法律 合而为一 带来了三个主要的难度 首先呢 因为信仰 它在时间尺度上 远超我们人类个体 生命时间尺度太多 所以我们很难把信仰 进行在时间维度上的缩减 来指导 以我们的生命时间尺度 来规划的物质生活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很难有人类个体 能够完全掌握 信仰的核心和本质 每一个走上信仰道路的人类个体 它终其一生 都是在不停的向前追逐和探索 而法律是人制定的 立法机关也是由人类个体组成的 所以由人类个体制定的法律 它根本不可能 把信仰的核心内容体现出来 人类的法律是对物质世界的规范 只要它是对物质世界的规范 它就有它适用的时间尺度 所以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 人类的法律是需要进行不停修改的 这和真正信仰的核心 有了极大的区别 这就造成了信仰和法律 是不能合而为意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信仰的超前性 造成了我们人类信仰的不同意 也就是我们人类到现在 根本没有统一的信仰 但是随着我们人类文明 全球化越来越明显 人类社会在法律法规上的趋同性 也越来越强 所以法律的统一性 要远早于信仰的统一性 而信仰能否统一 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类来说 还是一个遥远的未知数 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很多的法律法规 已经实现了全球的统一性 所以上面的这些讨论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信仰是不可能和法律合而为一的 不过信仰反过来 对于我们人类的物质生活 是有指导性的 所以信仰对法律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信仰是指导人类脱离物质世界 超越生死 超越肉体 但是这种超越实践呢 必须是发生在物质世界里 所以信仰就会指导人类个体 如何在物质世界里进行信仰的实践 而这种指导呢 往往它的表现形式 就是给人类个体 在物质世界中的生活 制定必须遵守的守则 那比较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基督教里的实践 另外像伊斯兰教 佛教 都有类似的教条 而人类的法律 从诞生那天开始 就借鉴了宗教信仰中的这些教条 不过宗教信仰的这些教条呢 它的最终目的是想 让这些制定的规范 成为人类个体的共识 也就是说 所有人类个体 都会遵守这个教条 那么通过共同遵守这个教条 就让人类个体 在迈向共同信仰目标的道路上 更进一步 那么信仰所给出的教条 成为人类个体的共识的时候 它也就不需要再存在于 人类的法律之中了 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类个体 都主动自觉的会去遵守的规范 不再需要通过法律去约束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当人类群体 它的思想意识水平 在通过对信仰的追求 得到提高之后 它就会推动法律的调整 也会推动法律的进步 但是不管信仰和法律之间的 相互作用如何 就现在人类的思想意识水平 甚至包括将来相当长的时间里 人类的普遍思想意识水平 都不可能达到 让信仰替代法律 那么回西藏里 关于盗马贼认罪的这个情节 实际上告诉我们 在精神境界里 信仰是高于法律的 但在物质世界里 形式上也许会看到 信仰替代法律 但真实情况是 这种替代只能是暂时的 因为当我们人类个体 还深陷于物质世界之中的时候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 还并不能够真正的理解 信仰的核心本质 所以物质世界中的我们 还存在于肉体之中的我们 必须要遵守法律 那么关于回西藏的最后一点 我给大家强调的是 回西藏里 关于九美的描写 实际上告诉我们 对信仰的追求 对信仰的虔诚 它并不会因为 摆脱所谓的愚昧和落后 就会消失 实际上在摆脱 愚昧和落后的时候 真正剥掉的 是裹在信仰核心 外部的 对于物质世界的迷恋 也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 宗教迷信 知识水平的提高 摆脱愚昧落后 这只会让真正的信仰升华 从来不会让 真正的信仰消失 在这部电影里 并没有大篇幅地 强调九美的信仰都多虔诚 但是从很多灵性的镜头 和情节里 我们可以看到 九美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 由于人生的经历 九美的性格呢 九美的话并不多 但是从她不经意中 流露出的一些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 九美是一个非常有知识 有思想的人 比如说她在长途汽车上 还戴着眼睛在看书 包括她对老孔敞开心扉 唱上了一首悠扬的英文歌曲 这些都显示着九美 已经见识了外部的世界 她对世界的认识 实际上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 但这不妨碍 她有虔诚的宗教信仰 而整部电影中 对九美的信仰最点睛之笔 就是在她家里墙上 用藏文所写的那四句话 其中最重要的是头两句话 那么这四句话呢 在影片中翻译成中文 四句话是 躯体犹如空壳 何时亡义无憾 智慧如同金子 惋惜一同逝去 这四句话呢 恰恰点明了藏传佛教 最深入探讨和追求的内容 那就是人的思维 人的思考 如何才能脱离肉体 真正的存在于世 为什么说这四句话 是点睛之笔呢 因为在整部电影结尾的时候 当老孔再次回到西藏 在他的梦境中 他再次看到了这四句话 为什么老孔 能够赢得九美的真正的友情 为什么孔帆森 能够受到藏东民众的欢迎 并不因为孔帆森 他愿意吃口 愿意到阿里地区工作 而是因为孔帆森 他真正的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去理解藏族的精神世界 那么在讲整个的 关于这部电影感受的最后呢 为大家再强调一下 在这部电影里 有三首歌 都非常值得一听 那么有一首呢 就是九美唱的英文歌 那么还有一首呢 是在长途汽车上 藏族的民众 齐声合唱的那一首 非常淳朴的藏族民歌 不过最奇特的一首歌 是在老孔 看到那墙上 刺句话的时候 九美的留声机里 所放出的那首藏族歌曲 说起藏族歌曲 老一代的人 估计想到的就是 彩蛋捉马所唱的 北京的金山上 那是表达的藏族 农奴翻身得解放的 感激之情 那么现在很多人 说起藏族民歌 想起的都是歌丧花 那么片中 九美的留声机 放出的这首藏族歌曲 和我们之前所听到的 藏族歌曲 有着很大的区别 这样听到的人 会产生一种陌生 而又好奇的心态 那么在这样一首歌曲的 映尘之下 我们再想想 墙上的四句话 再想想 藏族的宗教信仰 如果愿意思考的人 就会发现 我们对藏族民众的 信仰世界 精神世界 不正是这样一种感觉吗 既好奇 但仍然是陌生的 而这恰恰说明 我们仍然要对 藏传佛教的信仰世界 认真地去学习 理解和体会 因为它不仅是 藏族民众的 宝贵的精神财富 同样也是全人类的 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想这才是 回西藏这部电影 真正想点名的主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